在立法人蔡世映 与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张浩瀚 及当地巴斗里里长杜建秋 与基隆野鸟学会理事长 郑伟等人共同揭幕下 以3D列印方式制作的海报岩模型 在度假老宅 这一处百年孤老挫前正式亮相 会有这项活动就是希望保护 位于大平海岸的海报岩 减少游客到访产生的生态破坏 大平海岸国家重要湿地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海报岩的发现 所以游客很多相对的 就对朝间带就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希望这边能够打卡 能够把那个大平海岸的湿地的破坏 尽量减少 列印出来在由学校试生组装的海报岩模型 采用白色方式呈现 并放置在已死掉珊瑚的 孤老石建成的古厕前展示 希望提醒外界重视海洋珊瑚白化的危机 把它着色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目前看模型的这间建筑是 超过100年的孤老挫 大家知道孤老挫 它就是死掉的珊瑚礁 所以白色的海报岩 它有一个珊瑚白化的意涵 因为珊瑚白化它最重要就是海洋污染 以及温度升高 所以我们下面用了一些废青渔瓦 以及一些保力 就凸显一下我们海洋面临的分界 也希望大家能够证实巴拉多子旅村的未来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胜 也以立法人身份前来相挺 并参加宣示活动 他更强调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基隆市长 会积极协助地方推动三大诉求 落实渔村老街聚落的保存 海科馆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一项工作就是 做地方的渔村再造 以及地方的渔村文化保存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过去这几年来的工作 我认为未来可以继续来加强跟推动 所以未来市政府跟海科馆 以及我们的领内的很多志工 包括协会理事长这边 来共同来推顿渔村聚落保存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是因为未来在这个事情上 我会继续来努力 金融两会方面也在10月11号 依据文资法正式向金融市政府提报 八楼子老街为聚落建筑群 希望抢救台湾本岛少见上存的孤老错 及红砖错聚落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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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